Hello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就开始扯独自 东北叫扯独自 也叫扯淡 然后一个学名叫脱口秀 是吧 讲点有的没的 扯气不淡的 前天直播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说是 关于跟我儿子交流 我跟我儿子那种斗智斗勇 我从小就会教育他 什么叫人心险恶 什么叫净乎险恶 其实不只是打耳洞那个 我儿子上了高一之后 没多久应该是开始弹吉他 学吉他 然后喜欢一些乐队 就是他们喜欢玩的东西 然后就跟我聊 就是要打个耳洞 打一个 这样比较帅 我说小男孩 我儿子一米八几 就是又挺壮的 你搞得那么阴柔干嘛 一点不阳光 一点不阳光 像我这种 就是也算是老男人了 是吧 然后跟他妈又在磨 磨了几天 他妈也不同意 正好呢 我爱人是要 要回黑龙江 然后一个多月回来吧 就剩我们爷俩了 我儿子跟我说 因为他知道很多事 我们爷俩有个约定 只要我儿子确定 或者说下了决心决定了 我绝不干涉 绝不干涉 一个标准就是 我儿子要自己 承担所有的后果 后悔 自己那个半夜午 被窝里哭 别让我听见 对吧 打落牙齿 自己咽肚子里 都不能让我看见 这是我们爷俩的一个约定 从小就这个约定 然后呢 我是掐着日子啊 他正好放 十一放大价嘛 放的一周 正好放了一周 我同意了 我说那个 想打就打呗 老丁拉着你去找一个正规的那个打耳洞的美容院啊 别去那个路边那种贵点便宜点不差那个多少钱啊 然后我掐算的是一直到那个周日啊 因为他周一要上课嘛 然后周日下午呃 四点多钟就要给送回学校 他晚饭又在学校里面吃 这样呢 我是从那个周三左右开始拖 今天明天明天后天 反正每天我都有事 每天都没空啊 然后一直拖到周日 拖到周日下午 哎 两点来钟 吃完中午饭嘛 待一会儿我领他去打耳洞 哎 到那打完了回到家里啊 自己悟不在耳洞哎呀 疼啊 啊 然后呆了一个多小时 大概就上学了嘛 我的计划就是这样 只要打了耳洞哎 他会疼一宿 最起码疼一夜 特别难受的啊 周日这一天晚上肯定没事 那么周一上午啊 只要一上课 老师肯定让他给那个拔掉 因为我给他打了一个特别亮的 那个水钻 小钻石水晶的哎 正亮那种啊 他自己也喜欢也挑的那个嘛 哎 我小样的 到学校老师跟你耗一起 哎 然后周一到周五 等你那个周五放学的时候 啊 小伙子新陈代谢又快 这个耳洞就长死了 哎 白挨一次疼 我看下回打你还去不去了 明白吧 啊 果然 哎 到周五我去接他的时候 他耳钉也没了 我说哎 耳钉了咋子 哎 老师到那周一就给我拔了 然后长死了 现在插不进去了 我那周六明天老爵再带你去打 就够了 嗯 不去了 疼死我了 一夜都没睡 小样的 后来 过了有个半个月 一个月了 啊 再聊起这事 我爱人回来了吗 啊 跟他老娘在那聊啊 说是打耳洞了 又长死了啊 然后他老娘 给他解释了一下 你爹那个坏呀 当时就这么算计你的啊 就觉得你这个非要打吗 你老爹还不太想让你打 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比较损的办法啊 坑了你一下 啊 给我儿子气一道 啊 上两道天 啊 你必须好好的补偿位一下 我说干嘛 啊 那个吃一顿烤肉吧 吃一顿烤肉吧 哈哈 补补肉 啊 其实这种坑法 我觉得蛮好玩的 啊 所有的事 只要你决断了 父母横加干涉 其实孩子根本听不懂 也不爱听 对吧 其实我儿子特小的时候 七八岁 还比较讨厌的时候 小男孩嘛 真讨厌的时候 暑期嘛 来北京玩 然后 我带了一帮朋友啊 公司的 社会上的 去吃火锅 啊 去吃烧烤 他呢 就死活要吃土豆泥 你知道吧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吃土豆泥 啊 我说 先吃点肉串 吃点烤肉 吃点烤鸡头 吃点烤什么 吃点烤鸡翅 都不要 都不要 就要土豆泥大米饭 哎 其他的啥也不吃 咱们劝都不行 我说这样 咱俩俩说好 你如果说是只吃土豆泥 其他东西你不吃 对吧 哎 这就是咱俩俩的约定 你别怪老爹 那个不给你面子 哎 你要承受所有的 那个后果 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这话你说完 就是咱们爷俩男人之间的约定 哎 我儿子告诉他 没问题 就吃 就吃 烤的 让那个助理 跑那个 东北饭馆 对吧 买一个土豆泥 一碗大米饭 告诉他 我们吃烧烤 你去隔壁那桌吃 哎 大米饭 那个土豆泥 对吧 他本来想的 就是吃点土豆泥 这边烤肉 烤蒜 他还能吃 他没想到 土豆泥就是土豆泥 哎 然后 紧接着第二天中午 哎 我们说是吃个炒菜 告诉他 先来一份土豆泥 一碗大米饭 告诉我儿子 那桌吃钱 我们这边点上什么 小鸡冻蘑菇啊 哎 点个排骨炖豆角啊 哎 点一大桌子好吃的 你隔壁吃钱 晚上蒜火锅 现跑到那个 一个东北饭店 要了一份土豆泥 一碗大米饭 告诉他 隔壁那桌吃钱 哎 我们这吃火锅了 哎 你要离远点 活活玩他三天 活活玩三天 他倒是不开心 啊 倒是不开心 但是也不敢说 也不好意思说 到第三天晚上 我们又要吃那个 好吃的钱 才开始绝罪 老爹 我不想吃土豆泥 我说那不行啊 都给你要了 我都给你点了 那个时候还没外卖呢 我说都给你点完土豆泥了 你不说好了吗 只吃土豆泥 我就吃土豆泥 今天啥也不吃 我就吃土豆泥 对吧 你不愿意降吗 来吧 儿子 就这一回 这一回之后 所有的一些场合啊 带着孩子去啊 从来没闹过 从来没闹过 有些小的脾气啊 或者说不舒服的时候 也是私下里找我聊 老爸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想怎么怎么样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 包括再大一点 说是十二三岁吧 还上初中吗 想去网吧 想去网吧 包业 一般的家长 那肯定不是啊 我儿子这是家里 从小啊 就是几岁的时候 iPad啊 手机啊 电脑啊 品级本啊 就没控制过 随便玩 随便玩 家里的网速呢 也不卖 我说你就玩呗 家里也有 干嘛非得去网吧 说是约了几个 同学朋友 都要一起去 我说你们现在年纪也小 没个身份证 你们也去不了啊 对吧 然后就不太高 不太高兴 不太高兴 反正也是放假嘛 反正也是放假 我说反正是第二天 咱们已经约好了啊 去那个你老爷那边吃饭啊 你不要耽误 你还敢给我耽误 咱爷俩 以后就没这机会了 满口答应了 特别开心 我说那走吧 他们一帮小同学嘛 我是拿着我的身份证 去网吧 开了一个包房 他们四五个孩子 我跟我爸说好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儿子啊 我那个带他们来玩玩 玩一夜 我告诉他必须玩一夜 不允许中途给我放手 跟那个网吧也是比较熟悉啊 第二天八点多啊 小哥几个大车回来的 自己到那个家门口 全跑到我家睡着觉 沙发上床上 后来地上全是孩子 五六个大小伙子 你想吧 睡到九点多 十点 他八点 你想吧 他八点多回来的 睡到十点多 就让我给喊起来了 换衣服 走 去你老爷家 小样的 吃饭的时候都这样困的 哎天 就那一回 也是就那一回 再之后就 再之后就知道了啊 这个老爹的坑都挺深 他他是从来没想过 玩一夜电脑 然后第二天不让睡觉 又要去吃饭 应酬 这一屋子人 想睡都没地儿的时候 他老爷过生日嘛 好多人去饭店 又折腾回来 对吧 也没机会睡觉 他完全没有概念啊 到底会有多难受 你让他感受一次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再讲一个 就是过年嘛 去年还不让那个 回黑龙江过年 对吧 就是疫情嘛 然后在天津这呢 也是一帮小朋友 小伙伴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要来个西纸趟 活活流了将近一个月的头发 死活都不剪 都那样了 就是为了搞个西纸趟 然后他妈说是小男孩 他那干嘛 不行 就要去 同学啊 什么 其实青春期的孩子 降起来 你是越劝越不行 越劝他越跟你降着走 跟你对着走 对吧 然后他妈不争议 问我 我说走呗 老爹带你去 拉着他那个 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跟他聊 我说你看吧 你老爹这个头发 哎呀 才四十岁 就已经吐到这了 烫头呢 肯定会那个脱发 啊 然后你要是烫得多了 也不是老爹舍不得那个钱 也不是说是好看不好看 烫头都会那个上头发 啊 这样你可能到三十岁的时候 你就得像你老爹这 哎 真往西里去 你知道 因为我从来不忽悠他 不骗他嘛 但是方式方法 你还是有的嘛 啊 那家理发店是常年给我理发的 啊 跟我都很熟 对吧 去了之后 找那个发行师 托尼是吧 托尼 跟他商量一下 我说这个稍微那个火大点 稍微火大点 为啥 男孩头发本身就短 吸止烫一揪 火再稍微大一点 他一洗头的时候 就是那个断裂的头发 就会好多 你知道吧 哎 就会就跟脱发一样 特别吓人 这几天的时间 每天一洗头 一抓 一把头发 那种 哎呦我操 给我儿子 瞎那 烫完 烫完那几天 过了没几天 三四天的时间 啊 然后我到洗手间 我一看他买了一瓶生发液 你你知道吗 买了一瓶生发液 天天早上起来 洗完头 自己在那摸 你像今年那个五一回去 我说不行 头发再溜溜 也烫个细致烫 回家嘛 让你爷爷奶奶看看 小伙子是不是又帅了 不烫 不烫 死后不烫 当然这些事 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 我都会把真相告诉他 我说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老爹是怎么坑你呢 我儿子气的 反正补偿嘛 要么就是 给发个大红包 给点零花钱 要么就是请他大吃一顿 好好搓一顿 然后现在就是正常了 他跟我说点什么事 他就开始琢磨 老爹你不是又要坑我吧 或者说他只要是 一申请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事 我答应的特别痛快 然后我脸上如果 稍微带一点那种 比较淫荡的笑容 我儿子就心里就打鼓 心里就打鼓 开始那小脑筋各种转 老爹到底在哪坑他 他一直在琢磨我会不会坑他 然后会在哪个环节坑他 人在江湖嘛 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 天下无贼只是一个欺骗傻孩子的 对吧 在天下无贼的童话里 养出来的都是巨婴 那么我觉得呢 应该尽早让孩子知道这个社会的本相 社会本来的样子 没必要给他塑造那种 所谓的白纸一般的童年 没必要的 没必要的 对吧 你看很多的初中生啊 高中生啊 就要被老师骂一顿跳楼了 女朋友失恋了 对吧 跳楼了 自杀了 考试没考好 怎么自己自虐了 各种问题 各种心理问题 其实就是活在家长老师给他编织的 这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炮里 他与外界与世界完全隔离 对吧 那么他的信仰呢 很容易就崩塌 很容易崩塌 对吧 你养活了一个小白啊 所以这个是我对我儿子的一个教育方式 我感觉还不错 还不错 不光社会险恶 江湖险恶 他这个老爹也挺险恶 哈哈哈哈 好吧啊 扯蛋就扯到这儿 扯了十几分钟了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 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啊 需要买酒的啊 更加感谢啊 更加感谢养家糊口 养儿子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谢谢 啊 我估计二十号都用不上 十八九号以后我就要去玩了啊 去旅游啊 然后半个月的时间 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尽量多分享一下我的行程 或者在途中的一些见闻就不聊人话了 就不聊人话了 好吧 哎 给大家报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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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